說我希望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最後得到的結果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取得這一個 比如說品名的所有資料有沒有 你就快點它的B欄的 這個B2的位置 點兩下 它就跳出這一個 但是它跳的位置會在前面 所以這個把它按右鍵把它刪掉了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製聚集 錄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會得到一行 它那一行的名稱 就是叫做什麼 叫做Range Range的B4 點什麼呢 點ShowDetail等於True OK原來是這樣 B4嘛 點ShowDetail等於True 那所以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假如說我希望全部幫我 全部都幫我 自動幫我產生分割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跑個回圈 從第四列到第幾列呢 到第四 三十六列有沒有 那我可以 For i 等於 第四到第三十六列 然後呢 優標記得 切到那邊 因為到時候會 點兩下它跳到另外一個 如果你要讓它跳回去 如果你要跳回來的話 沒辦法產生下一個 我們需要的資料 所以我這邊可以 再把B4改成什麼 AND AND i 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假設它4嘛 所以把4帶過來 然後跟B串在一起變B4 然後ShowDetail等於True 就是Show一個 然後呢 換下一個 最後再幫我切回來 你會發現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先B4 ShowDetail 就是那個什麼 應該是先把那個 小番茄這個 先幫我Show一個出來 有沒有 就跳到前面 不過 這個好像比較麻煩 就是說 它只會跳前面 就是它新增工作表 前面我們習慣是放後面 然後它好像 習慣性都會放在 前面的工作表 所以這個可能會 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換下一個 再下一個 依次類推 那全部跑完 OK 它就全部幫我跑完 那最後我再把它切回來 你會發現 它就這麼一堆 一堆的這個 總共好像是 有什麼 36 減掉4 32種 OK 的那個 33種 這個種類的這個 這個這個 蔬菜 那後面我把它全部刪掉 那如果說我希望新增完之後 要重新命名的話 你再把它刪除 那3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複習一下 欸 刪除還記得吧 刪除的話 如果我要刪除 你可以把前面的刪除工作表 call過來 那一樣記得要倒過來3 那應該3的話應該是從哪一個 應該如果3的話應該是從 從第30幾個 到應該是3到 位置 3到第一個吧 如果我們應該是從第33個 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子 如果刪除的話 那應該如果是第33個 後面兩個不要動的話 那我就把它什麼 for i 等於第33個到第一個 我先刪第33個 應該會刪掉這一個才對 我試一下 delete 沒錯 然後再來一次類推 那底下的話就跑個回圈 把它全部刪光光 剩下原來的 所以33到1 OK 那如果說我要希望 在這個地方重新命名的話 其實只要在底下 再加一個什麼 ActiveShoot.Nan 特別注意喔 要用ActiveShoot 為什麼 因為你跳出來那一個 它就是目前活動當中的 OK 所以你不能用其他名稱 因為它跳出來那個 我們可以指 跳出來那個的名稱 叫做什麼 叫做N就可以了 我可以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Range 先把Range的A級 這個裡面的名稱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名稱 我先放在一個變數叫N裡面 然後將來的話 就給這個N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跑一下給各位看 所以多兩行的敘述 取得這個名稱放在N 然後把這個N 放在這個名稱裡面 那我按F8好了 珠黃跑一下 游標先放在樞紐分析 然後先取得N 取得這個名稱 應該叫小番茄 然後Short Detail 跳出來了 不過這裡應該可以再加一個 讓它藍寬自動調整 OK 可能會更好了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這個名稱丟過來 它現在就是叫ActiveShoot 它的名稱就被變更為這個了 OK 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它全部跑完 不過會有個地方會卡住 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呢 它會出現說 你這個名稱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說名稱有這些規則不能出現 第一個 你的字不能超過31個字 也就是工作表名稱不能超過 太長 OK 第二個的話裡面不能有什麼 冒號跟那個反斜線、正斜線、問號 或者是這個什麼 前刮弧、後刮弧 這不行 那我偵錯一下 看一下這哪裡有錯 有標標放上去就知道了 青窗 青窗哪裡有錯 後面有什麼 看得出來嗎 空白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說那個資料裡面 有多餘的空白怎麼辦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去掉前後多餘的空白 你要記得有一個函數 叫什麼 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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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m的話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去掉前後空白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trim這個函數 trim的話意思是說 把前後只要是多餘的空白 就幫我去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它trim完 結果把它Ctrl G 我把這個 如果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游標 我看 放在上面它現在沒有顯示 我把它print 問號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的空白 通通不見了 就只有青窗而已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遇到像剛剛那種狀況 沒關係啊 游標放在上面就知道 OK 然後trim它 輕充就OK了 有沒有 那全部要跑完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什麼 每個資料呢 有沒有 個別的就通通又分開來了 當然呢 如果更好的話 就是可以再把它 Auto Fit 這樣的話 就更加完美 OK 那當然刪除的話 一樣 就是把它快速刪除 刪除的話 就是 For I 等於第三三列 33個工作表 到第一個工作表 全部幫我刪掉 欸 又恢復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我也會把這 這個三段程式 一樣會貼到雲端上 給 你們試試看 好 就是 特別注意到第一個 把剛剛的那個 樞紐的名稱改一下 OK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錄字聚集 其實錄下來 就 B4.shortdetail 等於True 那我只是說 把它跑個回圈 分別的話 把這些全部呢 通通都幫我產生 個別的工作表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再多補充 就是我要把它放在雲端上 剛剛我有補這個AutoFits 因為我覺得 這個AutoFits還蠻重要的 如果沒有自動調欄寬的話 那感覺好像 打開來 還是自己要調一下 所以如果更完善 那可以用這一招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上個禮拜 講的那種方式去分割資料的話 那其實還可以用一個方法 樞紐分析表 OK 其實樞紐分析表裡面 我覺得還蠻多功能 是值得去善用它的 因為很多地方真的很快 也可以做出來了 當然呢 如果你學Python的話 你可能就是在把Pandas學好 可是問題是Pandas 全部都要用程式來完成 後來我的心得是 還是樞紐分析表 原來是這麼簡單 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一個是動手點兩下就好了 一個是要很辛苦的寫程式 不過當然作用不一樣 以後如果你們在學Python、Pandas 你就可以兩邊可以比對一下 很多是一樣的概念 OK 另外的話還有多一個就是train 就是把空白拿掉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 其他的話呢 回去可以試試看 最好是不是可以自動產生什麼 總共有33項的品名 那如果可不可以自動產生一個樞紐分析 一個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自動都完成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回去可以試試看 其實很簡單 如果不會的地方 用錄字聚集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第五個單元裡面 雲端白板的第五個單元 裡面其實有一個程式碼 叫樞紐分析表 因為可能時間沒有那麼充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就不細講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做看看 樞紐分析表也可以錄日聚集 但是它裡面的障礙很多 也就是說很多錄下來的程式 你不能亂刪 你刪錯了 或者是說你多加了什麼不對的東西 那它就沒辦法變成自動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我這邊有講到 你可以利用前一個範例 就是那個菜頭 這個業務 有沒有 也可以做出來 但是我這邊有幾個地方 可能一定要刪掉的地方 這個可能 我有把它用特別顏色標注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可以自己把它快速的產生多個樞紐分析表 當然如果可以樞紐分析表 自動樞紐分析圖 它也會自動放在你指定的位置 沒有問題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快速產生你要的報表 跟你要的視覺化結果 OK 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繼續再來看 剛剛這個第六個單元的下一個檔案格式 就是XML OK 這個XML也是非常多同學問 老師我要怎麼樣去快速的下載那個XML的格式 需不需要寫很複雜的程式 其實你們也可以Google一下 XML下載 或者XML下載空域格VBA 其實網路上蠻多的 但問題我覺得寫的怎麼這麼複雜 我這邊舉個例子 比如說以那個也是一樣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你可以找一下 其實我是怎麼找的 我是從那個首頁裡面 資料目錄裡面 一樣我是去按照那個格式裡面 找到那個排序的結果裡面 這個XML OK 這個XML 這個190個 然後我按一下篩選 並且我是用什麼 使用者的瀏覽次數 讓他做排序 我想知道哪些最常用到 因為常用表示說 那個資料相對的比較重要 其中的話我就找到那個中油的吧 我記得好像在前幾個 幾個項目在這裡 加油站 這個其實還滿重要的 加油站在哪裡 加氣站在哪裡 然後營業的時間等等的 他會給我一個資料 或者你們也可以點選這邊 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點進去也是一樣 裡面的話它就提供什麼 提供這些相關的欄位 甚至包含它的座標 X跟Y的座標 其實如果你有座標的話 甚至你可以配合那個Power BI Power BI裡面 它就會自動把座標放在地圖裡面 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資料直接匯到Power BI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位置 按照地理的相對位置 幫你顯示出來 甚至你也可以寫Google Map Google Map可能寫起來比較麻煩 你可能要寫Java Script 也可以把座標放進去 顯示出來就是那些地址 地址位置 OK齁 可是問題來了 第一個 它提供給我們什麼 下載 有沒有 有沒有 XML 然後我把它放桌面好了 儲存 好 XML 打開來的話你會發現 當然我直接丟到瀏覽器看一下 它瀏覽器也可以開 那瀏覽器打開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結構就長這樣 外面是這個 這個是版本宣告 有沒有 這邊有個加氣站 主要是這一層 有沒有 加氣站 然後加氣站的話什麼 主要是這個 每個頁簽裡面也有個什麼 OIL的什麼 OIL的DATA 有沒有 OIL的DATA裡面又有標籤 所以你會發現它很像一棵樹 越外面的越大 有沒有 然後一層一層的 這個是加油氣站 它油跟氣好像在一起 主要是這一層 這一層裡面又一層 有沒有 這一層裡面的每一個 有沒有 都叫OIL DATA 然後每一個每一個 其實指標資料在這裡 但是我要抓出來就是說 這個是第一個欄位 有沒有 叫什麼 Citiron Citiron Citiron是一個欄位 Name Citiron應該是什麼 哪一區 然後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叫集合站 然後它的應該什麼 它的工業商的是哪一個 是台塑還是中油 有沒有 然後還有它的地址等等的 就是這些欄位 所以這些是它的欄位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把這些資料 快速的匯入到Excel 可以把它變成我們看得懂的資料 以前的話 如果你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滿精彩的 應該相當複雜 看一堆 應該好多好多物件 可是其實跟各位講 沒那麼複雜 其實假設 如果要把它匯進來的話 第一個 一樣我們要找到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那個下載的位置 有沒有 按右鍵 把它做什麼 複製連結網址就可以了 第一步對不對 第二步的話 其實你不用那麼辛苦 如果你要匯入 先開個新檔 把這個存檔一下 我存成什麼 零售市場2019好了 記得要啟用聚集 然後我這邊再開一個新的 新的回業簿 然後怎麼做呢 當然先不用錄製聚集 待會可以錄製下來 資料裡面呢 我剛剛有講過 其實Excel已經提供一個非常棒的功能 說真的啦 你用這個根本不用Python OK 為什麼 因為Python寫很複雜的程式 這個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怎麼做 一 找到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這個 有沒有 從其他來源 XML資料匯入 應該看得懂吧 應該看得懂吧 這應該沒問題 所以你就1 把它點它 2的話 把剛剛的網址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開啟 它會問你說你要放哪裡 不管它了 這個按確定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想看到 就以後不要看到 確定 放哪裡 放A1 確定 有沒有辦法 就這樣子而已耶 全部都進來了 OK 有點簡單到一個 太…怎麼 太簡單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如要在那個 Excel裡面做匯入 XML的動作的話 其實主要啦 它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用的功能了 叫什麼 其他… 從其他來源 但是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希望喔 可不可以自動化 就是喔 我把這些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VPA程式 那當然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聚集 OK 來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了解一下 XML 其實如果以後我覺得 這個 XML的部分 假如說你要取得的話 賄賂的話 說真的 以這個部分來看 Python是完全沒有優勢 真的 為什麼 因為Excel 在這部分實在太簡單了 OK 試試看喔